你们和我姐姐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你们说 她会做这样的事吗 是啊 刚才文凭跟我一说 我也觉得挺吃惊的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不过现在事情既然发生了 那我们还得想想办法 对对对 小冒 你真的没有见到你姐姐 我要是见到她了 我能这么着急吗 怎么 小军你怀疑我 那倒不是 我呢确实想知道 你姐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她要那么多钱干嘛 今天我把一帆叫来 就是想大家在一起 好好地分析分析 我想起来了 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 她说 她好像是想出国 她出国干嘛 这可能是想晃晃环境 这平平这人我太了解了 实在 这些年过得不容易 这欢欢没了 和帖子又 又离婚了 所以说她的思想压力太大 她跟我说完了之后 我还挺同意的 我还挺同意的 也是啊 她要是真能摆脱过去生活的阴影呢 对她还是很有好处的 小冒 你说呢 你们在讨论我姐姐拿钱的原因 我没什么可说的 怎么 你们好像认定了是我姐姐拿的钱 可是我不这么看 为什么 因为我了解她 不管什么原因 她都不会拿别人的钱的 小鹏 我们不能感情用事啊 我们也和你姐姐都是多年的老朋友 我们也不希望她出事 可事实现在明白的呢 提款单上有她亲笔签的字 银行的工作人员也指证她就是她提的钱 你这怎么解释 我们考虑问题一定要从全局照演 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心情 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身份 齐铁就是因为不注意自己的身份 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一直认为你是很有前途的 办事 而且非常稳重 所以才把新女队放心地交给你 你千万不能像帖子那样 文明 你怎么了 来 喝点水 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最近老出事 而且都是我身边的人 我真是有点被搞怕了 小鹏啊 你一定要把新警队管好 千万不能再出乱了 就算是帮我 小局 你别再说了 刚才是我太冲动了 您放心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不管我姐姐的事情到底怎么样 我都会以大致为重的 我不会忘记我是个警察 好的好的 这我就放心了 好 那我先回去了 去吧去吧 好好努力 把新警队管好 小鹏 有了你姐姐的消息一定要告诉我们 我们非常担心 如果我看到她 我会让她来把事情说清楚 好 上次 你怎么没告诉我姐姐要出国啊 上次 你上次我忘了 怎么了 没什么 好我知道了 那就这样 谢谢你刘芳啊 来来来 怎么说 和我想的一样 说我自己的公款 他们还真是包玩了 这正好说明他们心没有鬼 我回坐牢吧 现在关键你得证明这个钱是他给你的 不过你也不用着急 行了 你都说了 看来这个老我是非做不可 事情还不至于姐 我也认了 算是我还昏昏的账吧 扯哪 谁都挨得上啊你 老天真有眼 这是对我的报应啊 几点 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 我也不怪你 其实我自己也原谅不了我自己 这个家是我毁了的 别 你觉得啊作为刑警 作为刑警啊 嗯 最重要的本领 最过硬的本领 应该是什么 分析能力 判断能力 你能展开展开的说一说 展开的时间太长了 我只能说打个比方给你简单的说一下 就说 那小时候都看电影是吧 看电影就小孩往往容易猜出谁是好人哪谁是坏人 对对对 对对对 你可是现实中那种那就不像演员演的是了 哪那么容易猜去啊 对 但是作为刑警不好猜你得给我猜 嗯 对对对 刑警的责任就是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也绝不燕望一个好人 对不对 你觉得难了 这就需要分析判断 对 对不对 你再打个比方足球场人 说哪是虚晃一枪 哪是真正的射门 你得判断 你得分析 嗯 是不是啊 你别人家正在这玩花样 你帮死命去穿球 那一张红牌就这样穿外行 对不对 哎 我再给你打个比方 哎 差不多了吧 不不 刚才我那个什么 我打个比方有点不太 不太恰恰 不过这会儿我 我我我只能这么比方了 我我我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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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启动在吧 也没觉得他有啥 这一走啊 还怪想的呢 哎 那徐啊 那个 徐队 神神秘秘待了一下午 又不出门干嘛呢 好像是心情不太好吧 他心情又怎么不好了 可能是因为他姐姐的事儿 谁遇到这样的事情都挺难办的 也是啊 哎 徐队啊 您有事啊 啊 没事啊 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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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去去去吧 你胡扯 不可能 是不是 我看你是想搬案想瘋了 这话也就是你说 要换个别我早揍他了 这事你爱找谁办找谁办 我不干 你不干不行 凭什么 凭你是警察 警察又怎么了 警察就不是人 是人家又有点人味 人家没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吧 你干嘛给别人下这么个套 这套他要是不钻 我不是没有办法的 可他要是钻了呢 这是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的事 既然这么有信心 试一下怕什么 我怕什么 我不怕 我是怕试完了以后 你自己下不了台 下不下得了台那是我的事 我告诉你阿俩 如果你还是刑警队的一员 就必须执行我的命 你怎么这么倔了 我们也是为你好 你说 你一个大姑娘 住在外边 那别人会咋说啊 小米 我跟你说 你爸呀 自己身体特别不好 心情也不好 你是他女儿 你总该回来看看他吧 哎 这才是妈的乖女儿 行 没事 你爸回来啊 我跟他说 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啊 好像你爸回来了 行 你自己小心点啊 天冷毒穿点衣服啊 哎 哎 哎呦 这么晚才回来啊 来 还是在局里面开会呢 你歇着 我去烧饭啊 一会就好 哎 那小米来电话了吗 啊 小米啊 刚才来过电话 是吧 你这个人哪 那女儿不来电话吧 你一天念叨着 女儿来电话了 你看你看 你这脸上拉得这么长 我跟你说啊 这次小米回来啊 你态度好一点啊 什么态度好不好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们家小米呢 太单纯了 他以为那个混蛋救了他一命 他就找到爱情 这都是那个言情小说看多了 他会吃亏的 哎呀 这女儿大了 你光极有什么用啊 你要注意那个方式方法 我看你李小方啊 对小米挺真诚的 什么 真诚 那个人绝对是靠不住 怎么了 他又出什么事了 他没出什么事 但他老惹事 你看看 现在是造绑架了 后来又是余飞出事 现在把徐萍萍也绞进去了 啊 他能让人省心呢 小米要是跟着他呢 能过上安定日子 我就不细消 哎 文婷 你怎么了 你又疼了 哎 你去给我拿药 哎呀 你呀 你快到医院去看看吧 老这么脱 什么时候是口味 好 给 来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都在说我身体不好了 我再要去医院 那不脑子个满城风雨的 搞不好还让我退休了 哎 好 好吧 好过这段就好了 好 好 好 你熬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好 过了这段 我就到医院去里里里歪歪彻底的检查 好 不会有事的 哎 你把我那个包拿来 那里面有材料 哎 这个刑警队 我越盼着他出成绩了 哎呀 来 别给我出事 就这个就这个 嗯 温婷 嗯 胃好点了 啊 啊 好了 好多了 文婷啊 嗯 我跟你说件事 你不要急啊 什么事 什么事那么严肃啊 嗯 今天啊 组织部杨处长到我们又是来过了 嗯 他说 市局副局长的人选已经定了 这是三处老王 哦 哦 文婷 这个位置啊 实际咱当不当无所谓的 你看 咱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就你这脾气啊 你要一去当 还不得把你累死啊 咱不行吧 哦 文婷 啊 文婷 哦 没事 没有 我感觉 挺好 我早就知道是这个结果 这样也行 好了 这样我反而心里轻松一大劫子了 没事 真的 没事 你啊 又疼了 没有没有 好 你真把我吓死了 哎 其实啊 咱不当就不当了 那有什么了 我本来还不想告诉你 就怕你心烦 没想到 你还真进步了 夫人调教有方吗 得了吧 好了 哎你别看了别看了 今天啊 什么文件也别看了 哎 过几天啊 咱们也去休息休息 旅游旅游 好长时间都 都没出去过 哎呀 温婷 院长 萧夫人来了 哎哎 老同学来 姐姐 避准了 这是萧局长的夫人 这是我们院的老专家老教授 地主人 麻烦你们了 不客气 啊 老小的病到底怎么样啊 哎 刘姐 你了解我 我不是那么脆弱的人 老粉孩迷忘你一个二斤 哎 真的 我最近感觉不好 我就想在你去得到个答案 悲哀 晚期 已经扩散了 好 好 好 啊 你醒了 好点吧 好点了 我觉得他们这个 反正胃也不疼 你啊 你就是太累了 你看 真的 你精神好多了 脸色也好了 那个 我听说刘彦探找你 干嘛呢 他呀 就是问你定球 他说模式 你太累了 好好养养 后一段时间就好了 来 是的 不是说我没什么 你看你紧张 要吃了吧 吃了 我怎么感觉到肚子有点饿 你还好意思说 你都好几天没吃饭了 都把我急死了 你要吃什么 我想吃 你煮的红薯稀饭 都喝了那么多年了 还没喝够啊 吃不够 永远吃不够 咱们啊 咱多吃一点那个 有一样的东西 那个东西 咱回家什么时候不能吃啊 我现在就想喝 那么急干嘛呢 喝一顿少一顿 你别瞎说 大姐 你多吃点啊 这顿算吃得多的了 主要你现在身体太弱了 我说这吃饭呢 你一惊一乱 他干嘛呢你 我能想你什么事吗 他以前也这样 平常的 在家里待得好好的 只要一有事 不管是吃饭还是睡觉 巴特就走 他不想还 那个时候 我就怕听见电话铃声了 只要电话一响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着他 哪像现在似的 整天在咱们眼前晃来晃去的 现在还学着写东西了 你以为我愿意写啊 这都逼得没办法啊 原来这些事都是一帆的 现在轮到自己头上了 你不知道 我有的书记点东西吧 回头自己看都哭到什么意思 那好 今天为了加深你对自己缺点的认识 嗯 你去八晚起了 这些小事都女同事干的 我去 你看又来了吧 我们就是干小事的 你就干大事的是吧 还是会来吧 大姐 你就得让她知道干小事也不容易干 跟她叫不进啊 回头把这碗子给咱剁了 我跟你说 大姐 你就是心太軟了 我肯定 我也能想象出来 我告诉你 她以前肯定老欺负我 这还看不出来 嗯 这有点头晕 那你好好休息去吧 来 我来洗 你别管了啊 那你上来了 没事 快去吧 你能不能管我你个嘴啊 哦 怎么了 你旧情复发了吧 你有没有点正事呢 哎 你们俩干嘛都那么敏感呢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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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生气啦 别生气啦 我错了 行行行行 我错了还不行吗 又是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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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臭嘴 你看你真生气了 你怎么这样呢 我就想跟你开个玩笑嘛 我看你这两天 因为这些破事 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好 我不想开个玩笑 让你轻松一下嘛 那你要不想听 以后不说完了吗 你说你啊 一个大姑娘 坐没坐相 站没站相 张个嘴 胡咧咧 甩个三十八号 大脚晃晃悠悠的 一天到晚 疯疯疊疊 你说你像个什么样呢 谁三十八号 别瞎猜啊 还用猜啊 看你晃晃当了两只胳膊 我就知道 这跟胳膊有什么关系 人的脚和钱比一样长 真的啊 哎 你怎么知道的 怎么知道 我知道事多了 我知道 这一边长 来队长 请接电话 喂 那方啊 我 什么 哎 休息了 对 你算了吧 不是 咱们改日来看 那好 那等他醒了以后 请把这个交给他 好的 就就说我们过来 好的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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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人呢 三不一坑五不一坑 不定什么时候就灾了 这就是命 没这个命啊 你别想那个福 你这消局就是关影太大 才落到这个下场 怎么这么说呢 消息消局这人不错 好人 好人是好人 可是啊 有句话这么说 没有什么 有原本 有啥不有病 没啥不一坑 没啥不一坑 没有 有啥不一坑 都没啥不一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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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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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